如果你父母也在这看着在台下 这父母肯定找地方钻进去了 怎么生这么一闺女 丢人不丢人 视频中这个被图蕾骂哭的女人名叫露露 为何图蕾老师要当众责骂她给父母丢人呢 原来是图蕾老师从她的准婆婆口中 了解到这样一件事 从你们俩人在一起之后 开始我这心每天就不是揪心了 就天天提着心提着 除了要钱是职业 第二职业就是见不着面 就是儿子跟您见面就管您要钱呗 对 这要钱都是给女朋友买东西吗 基本上是 其实我感觉我男朋友为我花点钱应该就是 而且我也觉得儿子谈对一项 家庭应该算是支持的 我能支持吗 我都快气炸了 露露跟男友小梁在一起三年了 在这期间两人感情一直很好 可就在前不久 男友小梁却突然被事业编制单位给辞退 这让小梁的父母火冒三丈 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害的 所以气得将男友拽回了家 不允许两人再见面 于是露露百般无奈之下 只好求助于节目组 希望能帮他找回男友 那么小梁为何会丢了工作呢 从小梁的话中不难看出 这分明是他自己自制力差沉迷完了 才导致被单位开除的 所以让主持人都不禁发问 这跟女友有什么关系呢 听到这话的露露 却在一旁不好意思的开口了 露露跟男友恋爱时 恨不得时时刻刻粘着小梁 不仅下了班 跟男友吃喝玩乐到半夜 连男友工作室 也一直给男友发信息 让本就没有自制力的小梁 更加无心工作 整天在单位迟到早退浑水摸鱼 让单位领导终于忍无可忍 将他开除了 从此之后 小梁就没有了收入来源 但露露的花销却依然很大 小梁为了支撑两人的开销 便频繁地向自己父母要钱 而这时 主持人也注意到了露露手上的大金镯子 不由地询问他 刚买的吗 那镯子 这是他追我那会儿 追我那会儿 追得特别狠 然后 特别狠 我第一次听人说那个狠 怎么狠他 对我花钱特别狠 哦花钱特别狠 对我想要什么他就给我买 两人刚认识时 小梁对露露一见钟情 于是疯狂地追求露露 给露露花钱如流水一般 两千多的鞋子 露露只是看一眼 根本不用开口要 小梁就能殷勤地送到他手里 各种名牌包包首饰奢侈品 只要露露想要 小梁就能给露露送来 在小梁这样猛烈的攻势下 露露很快就沦陷了 两人顺理成章地谈起了恋爱 直到现在 两人已经在一起快三年了 开销依然很大 以小梁的工资 根本无法支撑 所以三年来 小梁就没有停止过向父母要钱 这已经让小梁的父母对露露很不满了 可现在连工作都被两人搞丢了 小梁的父母怎么能不生气 他们强行将小梁跟露露分开 这样的做法让露露很气愤 就在露露情绪激动的向中人 讲述着男友父母的无理行为时 坐在一旁的准婆婆 突然打断了露露的话 小梁家为了这份事业编制工作 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现在就这样被两人轻描淡写的弄丢了 让小梁母亲简直要气渣了 而且儿子跟露露谈恋爱期间 花钱大手大脚 把老俩口砸了一辈子的家底都快败光了 让自己一个退休在家养老的人 还要为了儿子外出奔波赚钱 但对于男友母亲的控诉 露露却有着自己的解释 那您觉得我男朋友为我花钱不是应该吗 现在男孩子追女孩哪个不为他花钱 哪个不花点钱 你俩搞得也不靠谱 说句心里吧 我哪个不靠谱啊 您这婚在一起根本就不靠谱 我怎么不靠谱啊 工作丢了 俩人整宿的谈恋爱 有这样的吗 人单位领导都找我了 露露认为男友为自己花钱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小梁母亲觉得 两人谈恋爱就是在胡闹 整天都不上班 要么上班就睡觉 让小梁单位领导都打电话到家里了 自己根本没法交代 可是露露却一再强调 男友丢工作根本不是自己的问题 我们谈恋爱 我们是亲密 我们是有聊 但是我觉得这是她个人没有处理好她自己的工作上的方面 不能说是完全因为我 您为她找工作是花了不少钱 我也是理解的 你要说光是因为我们谈恋爱 把她的工作给丢了 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 我们现在是亲密不同意的 面对露露的否认 小梁母亲表示 自从两人谈恋爱期 小梁不仅成天不工作 还整日不见人影 父母已经很久没见过儿子了 要不是一直在问家里要钱 都以为自己儿子失踪了呢 但是露露还在那里跟小梁的母亲顶嘴 把小梁母亲气得都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她表示 自己不反对儿子谈恋爱 但就是看不上露露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这个搞这个对象我不反对 但是你搞一个靠谱的 这我支持 你搞一批你年龄大的 户口没有的 而且在一起把工作还给丢了 多好的工作专业又对口 事业编制 我还能说什么呀 我们家整个全爆炸了 她爸爸差点没弹钱的 我还在相信你们的爱情吗 小梁母亲觉得 露露没有本地户口 还乱花钱做事也不靠谱 把小梁父亲气出病来 这样的人怎么适合做他们家儿媳妇呢 对于小梁母亲的话 露露立马就进行了反驳 首先阿姨 我觉得你说我没户口 我有户口 我为什么现在一直都在天津 是因为她 我因为她我才留在天津的 如果不是因为她 我早回家了 我回家 我妈妈也会给我安排好的工作 你知道吗 如果我不是因为爱你儿子 我会留在这儿吗 我会一直在这儿留着吗 那你们将来没有工作 那什么爱呀 我们都年轻过 我也爱过 你没有工作 什么都没有 最后提着男子 要饭去爱嘛 露露一脸委屈地表示 自己是为了男友 才留在这里的 他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 但是相比于他们俩的爱情 小梁的母亲更看重儿子的工作 她跟露露在现场争吵不停 而面对母亲和女友的争执 一旁的小梁却只是眼睁睁地看着 一句话都不说 最后只能主持人来打圆场 让小梁母亲暂时不要参与儿子的恋爱 马上转移话题到小梁身上 小梁的话 让众人哄堂大笑 面对女友的挥霍无度 小梁也是个不当事的人 满足不了女友的要求 就把经济压力转移到自己父母身上 而对于男友的现状 露露却表示自己根本不清楚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她现在没有以前疼我 也没有以前爱我 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有求必应 也不是说每时每刻都会关心我 露露的眼里只有自己 她丝毫没有看到男友的困境 而她自己是做礼仪借贷的 属于有活就去没活就歇着的工作 每个月收入一点都不稳定 两个人加起来还不到四千块钱的收入 但每个月还能肆无忌惮地吃喝完了 露露从来没想过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 全是小梁父母的血汗钱 露露却还在这里指责男友对自己不好 而且她还发现 男友竟然背着自己做出这样的事 就是她居然在网上争婚 你在网上争婚啊 没有那我妈给我发的帖子 你妈给你发的帖子 你不仅仅同意你妈发呀 真是我妈给我发的 是你发的吗 是我发的 当时露露在网上 无意间看到了小梁的征婚帖子 这让她大发雷霆 但是对于这个帖子 小梁却一脸无故 后来询问才知道 竟是小梁母亲给她发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必须得发帖子 我想办法把她拦住 行明白了 但是阿姨 您觉得这种方法能拦得住吗 如果您拦得住 我等到你们提着拦子 最后上我这 一家好几口来要饭来 我那时候我怎么办 等你们爱不动的时候 再找我来是吗 那你就直接去征婚吧 但是她现在还是在跟我 在谈对象呀 我没有跟她分手 你就直接这样 你尊重我一下好吗 原来小梁母亲是为了拆散两人 她认为儿子和露露在一起 会越来越堕落 她必须重新找个人 把儿子拉出来 但是对于小梁母亲的行为 露露觉得她一点都不尊重自己 眼看两人又要吵起来 主持人赶紧转移话题 询问起小梁现在的工作 可是露露和小梁母亲 却都不清楚小梁具体是在干什么 于是主持人就带着众人 看了一组照片 当看到照片的一瞬间 露露被气得浑身发抖 你好意思吗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说你这些东西都拿到糖上了 你好意思吗 这是艺术 你有告诉过我吗 你有经过我同意吗 你拍这些照片 这个真是艺术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也给你拍呀 放屁 给我拍 他们编导跟我介绍说 拍这些还要花钱是吧 是 我说你这些钱 为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原来你全部都变成了 你心就是这样对我的 你以前是我爱我 爱我 现在都上哪去了 我也是内心空虚 找一些爱好 找一些追求 小梁的摄影爱好 让在场的众人大受震惊 把露露更是气得泪流满面 她一直认为 男友两个星期没来找自己 是被家里人管得严 结果没想到 她竟然是去花钱拍这些照片了 可是面对露露的伤心难过 小梁的母亲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那是你害的呀 要不是跟你在一起 和这 他思想变成这样吧 好吗 阿姨 他那些照片是我改化成那样的吗 他有工作的时候 他白天忙于工作 他现在他服务了 他有的是时间 干这些事 阿姨 那我问你 你说我们都干做家长的 根本都不知道这些 你不知道这些 我也是同样刚看到 您看到你儿子拍这些照片 你心里什么感受 我坐不住了 我浑身都哆嗦了 是 是为你朋友的我 我出来也是这样 我告诉你 他爸爸已经马上就 已经脑栓塞了 难道说再让我再谈 是吧 对于自己儿子的行为 小梁母亲还在一味地指责露露 在她眼里 儿子一直都是个好孩子 之所以会拍这样的照片 都是跟着露露学坏了 露露被气得说不出话 而对于母亲这样诬陷女友 小梁却在一旁一言不发 根本不替女友说话 面对这样的场面 涂雷老师终于忍不住说话了 其实呢 我无意去评价别人的爱情 到底怎样 但是如果一段爱情 要以家徒四壁 要以自己的父亲 跟老蟹栓 要一次次向自己的母亲 手里去要钱的话 那他比一场奸情还要无实 所以说 你从老妈那拿钱 给人女朋友 这叫没责任 犯了错 不想将来怎么样 这叫没前途 去拍那鬼私房道 就不要脸 涂雷老师犀利的话语 让小梁羞愧地低下了头 在父母的一次次纵容下 他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独立过 所以他才会拿父母的钱 给女友买奢侈品 才会在丢了工作后 不想着未来发展 还在倒腾着玩摄影 虽然这么大岁数了 但他却还一直活在父母的语意下 甚至从来没想过挣脱 这样的男人怎么能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而对于露露的问题 涂雷老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一点都不怀疑你爱她 当然你也爱她的钱 对 多爱 你只是很单纯 也很可怜 你说你在场上戴着那手镯 金光闪闪的 这会儿呢 还要告诉大家 那是人家妈买的 人家妈买的还不在情愿 难道脸上不发烧啊 不烫吗 今天你父母是不在这 如果你父母也在这看着 在台下 这父母肯定找地方钻进去了 怎么生这么一闺女 丢人不丢人啊 露露啊 还要不要有志气的活着啊 涂雷老师的话字字逐记 让露露在台上气不成声 她赌气的将身上的手势 全部摘下来还给男友 她也希望自己能够有志气的活着 不再被男友父母看不起 对于小梁的母亲 涂雷老师也有话要说 您爱而心切 这是母亲的切实的感受 从头到尾就没看得过 您批评自己的孩子 您就一直在说她 她是有问题 她有很严重的问题 但她绝对不是福利金 她只是不懂事 你都不管好孩子吗 她要你就给呀 爱儿子是最爱爱的吗 现在就是 她拍出那种照片 你都没看到你对她 有一句半点的指责 你有吗 所以说如果你不改掉 这么宠爱你儿子的习惯 将来找个比这还棒的比心性 是的 我现在是最担心的 那会儿就肯定轮到你躺床上了 涂雷老师的话 让小梁母亲哑口无言 也说出了众人的心声 这样你爱孩子的母亲 就算拆散了露露 也不会解决她儿子 好意无劳的根本问题 面对涂雷老师的话 也不知道三人到底领会到了多少 这对情侣究竟会如何选择呢 在小梁的选择下 露露生气地离开了现场 两人就这样分到扬镳了 其实他们俩的分开 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也让小梁的母亲松了一大口气 最后只希望他们都能够找到 真正合适自己的人